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叔叔 您也会下象棋 是吗 你眼睛挺贼啊 我下象棋 怎么了 其实 象棋啊 它也是咱们计算机语言里的一种 通过研究一种约定俗成的语言 去研究棋子的运动 然后得出不同的结果 其实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 嗯 嗯 嗯 明白了 明白了 你真的明白了吗 我明白了啊 哦 对啊 你会下象棋 嗯 会一点 我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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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丧着点儿我爸 这个时候如果故意让叔叔赢 就会显得我很虚伪 很没有用 叔叔您觉得呢 你爸我是这样的人吗 我就算是输我也输得 心胸豁达 挺好 是吗 还要呢 小蒋还要呢 谢谢叔叔 我就喜欢那个诚实的孩子 叔叔 我刚才看您下棋 能功能手 敢气子独善 颇有大将之风 我贤胜 贤胜 赢得好 谢谢叔叔 小蒋 你们家住什么地方啊 老城区东宁街二十一号 你妈那关不好过呀 我妈又不能管我一辈子 叔叔 我有信心让阿姨认可我的 我之前的确 想差了 心思也不在学习上 也干了一些上不了台面的事儿 但是我遇到小夕之后 我诚心悔改了 我也知道 官考上精大还远远不够 我一定会继续努力 让你们相信小夕选择我是正确的 希望叔叔阿姨 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道理 我懂 但是她妈 不是个奖礼的人哪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尚心努力呀 孩子 谢谢叔叔 时间也不早了 叔叔 我先走了 明天还要给亲戚拜年 不早了 那我也不留你了 小心 你送一下 好 不用了 叔叔 外面整个浪 在家带着吧 好 等等 等等 咱们加个微信 以后常来陪我下棋 听到了啊 好嘞 好 叔叔 您这微信名曲的 有气生 好严厉 哈哈哈哈